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柜 这次带大家来到云林西罗广福宫老大妈 西罗广福宫又称老大妈庙,新建庙 祖师成全是天上圣母 由于罗阳地区土地肥沃适合开墾耕种 当初很多移民渡海来台选择此地定居 所以在建庙前身就已有广东、福建 二省先民共同奉拜老大妈神像 而取其广东、福建之自首 也称其为广福天上圣母 是台湾早期较少见的敏月和建庙宇 也代表只有妈祖神恩显赫 才能让当初敏月不同省籍族群 融合来共同奉拜 欢迎光临掌柜说 我们是一个关于转运、祈福、变好命的频道 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把影片看完也没有关系 记得先订阅 把掌柜说频道存起来 这样才不会找不到我们哦 而后至清乾隆二五年时正式建庙 庙像彩作东望西格局 有望像之意 并由广东、福建二省先民 惠同当时53庄信众四身捐资和建 定名为广福宫 在当时已是罗阳地区相当具有规模的庙体建筑了 中文字幕提供 镇殿里除了有供奉开机广福骂、圣大骂、二骂、三骂、四骂、五骂、六骂等等 还有三尊比较少见的妈祖神像 一尊是关琴梅洲骂 是由青铜制食的五品布政司礼文廖正元 渡海至梅洲主廟引寝今生回台的 当时廖正元老爷也赠送一颗 目前还正在镇殿前方使用的十字香炉 这座香炉据闻是目前青草炉在台湾最大的一座 下面还有一颗巨大的电炉石 而另一尊是福金骂 也就是国道骂 福金骂为黑面、招财手、翘脚香蕉 形体恰是国字的安置 因国道乃南北贯穿至重要交通枢纽要道 每天有数十万人行使使用 妈祖为庇佑国道用路人安全 故开始每年都会固定上国道绕境 来为用路人赐福平安 并会在国道各休息站住驾寻安 国道骂最北层至中立休息站 最南岛观庙休息站 是全台唯一会上国道绕境寻师福佑的妈祖 说明明下次大家就有机会在国道休息站 遇到妈祖娘娘哦 顺带一提 西螺拱服工艺有为汽机车驾驶人 专门起点的行车平安灯 庇佑大家都能平安回家哦 在镇店还有一尊公寺骂 持有云林县八个乡镇 135间宫庙共同出资装束 是境内百二中的共同财产 公寺骂以珍贵的台湾向南木雕刻 左手伐指 右手剑指 脚踏双丝 头戴帅亏 背移宝剑 微软身五加金身 这样的妈祖雕塑世俗少见 而公司骂帅亏上的配件 还有赤服模式时的纯安灰造型 以及初询模式时的衣帽毛两种搭配 会随着不同场景而做替换 是不是也让我们见到 妈祖帅气英姿的另一面 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 别忘了先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 还有订阅掌柜说频道 先把我们的频道存起来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 我们进到后殿 这里有供奉五财神轩坛 赵元帅 五路财神 文财神 神龙大帝 祝神娘娘 以及嘉然爷公 而要上二楼旁边 则是有太岁殿 以及收金殿 在上到二楼的文昌殿 还奉有五位文取帝君 另一边也有奉是月老星君 而再到三楼则是观音殿 里面奉饰观音佛祖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以及十八罗和尊者等神尊 西罗拱佛公司限定古迹 整座宫殿不论是所保存的古物 牌匾对联 解年泥树 石雕木雕 彩绘瓦座 都是金雕细琢 美轮美奂 很多也都是国宝级的艺术作品 有人乘换算当初的起造费用 如果以现在价值来计算 大约需要新台币20亿元 所以最后也带大家来欣赏这些公益之美 如果有机会也欢迎大家来清零感受哦 关于西罗广福宫老大妈的电话 以及地址 七掌柜也会放在下方提供给大家哦 目前广福宫也有在招募公德主登 报名者还会赠送鸡妈祖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圣局哦 而如果你看到本集广福宫的介绍 让你有和神明产生共鸣 也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西罗广福宫老大妈 而如果你也有到过广福宫拜拜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七掌柜哦 看到影片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可以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也请你动动小手 帮我们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共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